现任的这个会长吴佳呢是出访在外 他的先生大勺人称这个大勺 今天刚才代表他了 知威是我们的这个第三任会长 立川是我们的第二任会长 今天这个第一任会长在这 今天是所有的会长都到齐了 可见半杯对这事是非常的重视 也别说我们还有半杯的元老在这里 创会元老 半杯创会元老 那该轮到我们Metro Star 该说点什么了 今天来了很多从半杯来的朋友 还有毅力的其他从我做公益事业的一些朋友 但是来的应该说最多的 那非常热情的还是我们Metro Star的agents 那我们先给我们自己鼓掌一下 那王兴宇是我们在Metro Star 是我们最老的一批Agent 然后也一直在Metro Star为我们默默的做出奉献 那我们现在就请王兴宇老王为我们 送上对伊丽的祝福 代表我们Metro Star祝福伊丽 请王兴宇 请王兴宇 第一次Metro Star就张伊丽办公司Metro Star参加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没有拿到license 我们今天在座的你想当时志伟啊小初啊 还有很多人他们都已经是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个我呢我们那么多年了呢 在这个我随着Metro Star 我一直一直在这 我们这个公司呢也经过了一些变化 这个新的人走 老的人走新的人来啊 那么跟我从05年06年开始了 就在伊丽的身边工作 慢慢续续工作了十几年了 确实这个而如目然 学到很多东西 我想总结就是伊丽的这个 我从伊丽身上学到的几点 第一个就是伊丽的爱业和敬业 刚刚实际上今天早晨我一个材料 我忘了带过来 这个伊丽是在 在没有车里公司以前 伊丽是在这个realtor这个杂志啊 每年在2002年前每年评选全国的优秀经纪人 全国的全美国的伊丽是2002年的时候 是在全美国的Best 100 是在全美国的Best 100 那么2002年的销售业绩是 那一年他和他的团队 销售了是223个 一年啊 就等于是每个月20多个 也就将近一天多 就销售 把国都买入 就进行一次全世界 所以这次了不起的业绩 他非常爱严业 他是干一行爱一行 大家也知道 他在摊活的时候 他是这个 出了很多人世界培训 到DC了以后 从事这个real estate 又做出了那么辉煌的业绩 那么敬业的 我就讲成是非常 非常的就是替客户作响 你看他总是在替客户 有的客户是觉得很满意了 这个价格 但是他还想尽量给客户 争取更多的利益 提供更完美的租务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伊利的宽容和大度 你看我们公司 这个行业是个很竞争的行业 应该讲什么样的人都有 但是只要 不管是跟伊利的关系比较轻的 或者比较不太认识的 只要是人家在这个 有问题 需要向他警告 他都会热情地 帮他解答 只要是能够解答 他就帮你 那有些很多很多 应该讲 伊利的很多时间是花在 从经济效益上是无效的劳动 就是在劳动员 这个对他个人 是没有多少利益的 这个第三个呢 就是伊利的积极和向上 我跟伊利在一起 我总觉得他 总是他给我们的正能量 我想半微的同志 我们党的半微同志 和我们的艾基人 都能做这种感觉 并且伊利 作为伊利这样一个 事业上很强的人 这个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很广 是个非常好的厨师 也很非常喜欢原因意义 是吧 那么会喜欢音乐 那真是一个高大上的人 今天呢 今天呢 这个祝愿伊利 永远年轻 苍命百岁 好